大家新年快乐 祝大家都可以在新年一年里 抽到自己新年的事实 事实如意 然后呢 在新年一年里 我的新的愿望就是 可以去指示你们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子毅 我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一年快快乐 健健康康的 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恭喜你发财 恭喜你精彩 最好的请过 不好的请走开 别多人不宽 那年到了 我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我祝大家快快乐乐 开开心心 受红包受到愁软 我的愿望是 能有一天睡个懒觉 不用早起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大吉大利 空气同流 然后我新的一年以后 希望去文洛斯法学 虽然这个愿望 实现起来有点困难 但是我这个想法就是好的 还有一个愿望就是 能够 希望大家能好好休息 和一家人一起 为一个完美美好的春节 然后最后再次祝大家 新的迎您 大吉大利 哈喽大家好 我是贺俊玲 今年是2017年 我在这里祝大家 第一年大吉 最近有个很火的游戏 就是直起五福就能抽大奖 不知道大家玩了吗 祝大家早日直起五福 我的2017年的新年荣誉 就是怎么吃的不胖 也希望大家跟我一样 怎么吃的不胖 祝大家新年快乐 哈喽大家好 我是潘正玲 新的一年 我祝大家每天都能吃到好吃的东西 过完年后马上减肥立刻受十斤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 钢琴乐团乐好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好 祝大家新年快乐 在春节里 祝读书的哥哥姐姐们 寒假作业算得又快也好 也祝工作的哥哥姐姐们 放七天长假 对 然后呢 我自己的新年愿望就是 多得一点压岁钱 对 好吧 就这样 祝大家新年大吉 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今年大吉 祝大家在假期里面 睡觉睡到自然气 我的心愿也是嘟嘟睡觉 有空会想到 大家好 我是宋亚轩 今年呢 是今年 我给大家拜年了 广东呢 广东过年有很多习俗 比如逛花室啊 什么的 我今年也将会和爸爸妈妈 一起去逛花室 花室里面有挺多吉祥的东西 比如年菊啊 桃花什么的 年菊的寓意呢 就是在广东话读起来 就是吉星高照的意思 桃花呢 就是走桃花运的意思 在这里我也祝大家 年年走桃花运 年年吉星高照 我的三年愿望就是 我的长工与长年好 三年快乐